深深呼吸对张姓夫人来说 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原本看中医要解决酸痛问题 针灸的针竟然刺破她的肺 这个月二号张姓夫人一如往常 找熟视的中医师报道 因为她有高血压和久战酸痛的问题 当下针集中在上半后背部 全身插了至少20只 拔针当下突然觉得胸口疼痛 一直到回家呼吸都会痛 忍到受不了紧急打119送医 检查发现左肺部有破洞 不断的大量失血 住院10天前后输血了2000cc才捡回一命 张姓夫人认为医疗疏失害她肺破洞 由于家境清寒 住院开刀费用快3万块 她无力支付 回过头来要诊所负责得不到积极回应 诊所医师解释绝对没有不关心 不负责 其间有碳病只是扎针治疗 依据身体的不同部位 选用的针出细长短也有不同 其他中医者所认为肩颈肩胛骨失针 是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肩颈的部分这边再增下去 一点就是比较靠近肺部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端查患者的体型 太瘦年纪太大 或是曾经有过气胸病时的 我们一般都会尽量减少针这个部位的针 再加上肩颈酸痛肠跟经络有关 不一定要失针在危险性较高的部位 改相对安全的手背手肘 也是治疗方法的一种 TVBS新闻徐静宏 宋佩文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